是有一位外卖骑手报警 说一辆公交车把自己撞了之后 逃逸了 哎呦 头一回听说公交车肇事逃逸的 你这好几米长的大车 还拉着一车的乘客 能跑哪去呢 咱们也来去现场 看看到底咋回事 这就是出事的瞬间 电动车在空中翻了好几圈 好在外卖骑手没有大碍 撞了人为啥不停车呢 公交车司机说 事故处于视野盲区 自己没感觉到 这么大动静都没察觉 手可够新的 目前这名公交车司机已被停职 提醒大家出了事故 千万别跑 这一跑啊 兴致就变了 说到各行其道 这二位的表现也不咋好 放着宽敞的飞机动车道不走 偏偏要走别人的路 给人家开车的挤得无路可走 遇到豁口了 这下能往右靠靠吧 人家偏步 这回没出事不意味着就没事 安全面前别任性 各行其道才是安全之道 货车卸完货没走多远 就惹货了 这场面够惊险的 撞到啥了 高压电线 就因为他一时马过 没把车厢放下 结果附近的村子都被他断了电 以后可得长记性了 卸完货要把车厢放好再走 不然后果很严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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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